理由也好 俗套 怎么办 旅行者 我们真的要帮忙吗 啊 不愧是阁下 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 刚才你好像早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为什么呢 啊 你们在背着我搞什么名堂 嗯 还是晚上问问他看吧 那么 我 我叫钟千里 算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请多关照 哇 真的是钟家的大小姐 啊 不用 不用这么客气 我早就很仰慕您的事迹 终于找到这样的机会了 嗯 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奇怪 这次偷偷见面主要是在想 如果错过了机会 是不是就再也没办法和你讲 讲 讲什么 啊 请 想让你爸妈送信的事 你和你父亲果然是妇女呢 不能换一换事情做吗 啊 这个事情 还没有说过 啊 试试 那些事有关的了 我现在你确定做的事 有关系